回到新闻现场继续来关心台速四保2019年表现并不理想 因此台化尾牙扮得低调 整整一年没有露面的常务委员王文筹 罕见现身就带来了震撼消息 宣布跨足清洁机器 二月份就要开始量产 未来也不排除要在台湾投资设厂 戴上新粗框眼镜 手拿iPhone 11 Macro 新年换上新航头 台速四保第二场为牙总裁王文筠现身 但同样近身 习自如今 因为2019年表现真的不理想 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闹闹的表演者都没有 因为2019年坦白讲 我们并不是做得很好 所以没有心情太过扑张 倒是整整一年没露面的常务委员王文筹 仅带来 尾压大理原来买了这幅笔 因为我们真的是用紫外线锡 它的那个坡长 280奈米的那个坡长 把老本行LED技术再扩大 大杀进居家清洁初期和日本合作也不排除在台湾投资设厂 因为封装技术台湾比那个日本还要进步啊 因为我们封装IC啊 什么都在封装啊 LED也都是我们在这里封装啊 如果我们量太大的话 我日本那边也做了 精力也做不出来 所以那时候就要考虑盖厂了 盖新厂了 盖新厂要在哪里 或者是在台湾或者是在日本 我们还在检测 第一步结合电商瞄准消费市场 未来更要覆盖到水处理等工业应用性的一年 台塑集团也打开了新版图 东三财营新闻 刘慧席和坤源 在台北采访报道